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这里是日内瓦演播室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CSR的CEO迈克尔 他将与我们一起分享他的网球理论 欢迎你 非常感谢 迈克尔 你通常在CSR工作 为什么现在转向投资了呢 事实上 我的生活中 一直都在避免投资 投资教育和人类资源 但是我还是卷进去了 尤其是当道琼斯下跌的时候 我的一些有参与其中的朋友就开始担心 接下来应该去怎样投资呢 我说 我从来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就像网球理论那样 他们就会问 到底什么是网球理论 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法 简单地说 就像网球一样 当球上升以后 而面临下降 当下降以后 就会被弹回到上空 我认为这在投资中也是同样适用的 因为同样是一个起伏的过程 而投资者和交易者最不擅长的就是掌握转折点的时机 当道琼斯上升以后 比如说上升一千 你还会等待上升两千的到来 或许真的会上升两千 例如 在六个月前 瑞郎对美元重新的升值一样 那么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吧 当美元对瑞郎下跌到了0.88左右的水平的时候 你知道 价格不可能会继续下跌了 而是一定会反弹 这就是所谓的转折点 在很多情况下 转折点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个例子就是油价 目前正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今天早上看到的价格是45美元 在8月份的时候 一度下跌到了38美元 但是 油价最高的时候 接近147美元 所以很明显 如果价格再次来到147美元 将不可能会保持住 所以 你的理论可以预测未来的投资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已经发生的数据和趋势 也许很多的分析家认为 未来的趋势的发展最终都不会实现 因为转折点的存在 以及你并不会知道什么时候它将会到来 而谁会对未来的预测有着十足的把握呢 我认为并没有 假设那里有一千个交易者 最多也就只有十个人预测是正确的 经过一年的时间以后 这些人获得的利润 或者是为他们的客户获起了利润 而剩下的90%的人都是亏损的 而现在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来关注着同样的交易者 他们很难实现持续的盈利 所以未来是很难预测的 尤其是在金融业 巴菲特经常说到 专注于你所从事的业务 但是需要从长远的角度来思考 还有一名著名的经济学家凯特 在银行业有很高的成就 他会在清晨躺在床上 和股票交易商通电话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他的理论就是 所有的信息都要尽早地去了解他 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 每一刻都尽量不要去浪费 不要去错过任何一个重要的信息 并且趋势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 很难预测 所以需要掌握过去的长期的趋势 就像我所说的网球理论一样 当一个事物上升以后 必然它会出现下跌 例如目前的油价 已经到了相对于合理的买入价格了 我在一周以前在伦敦选择了卖出 你规定任何人 从你的投资建议中获利的人 应该都要分出一部分利润 用于回报到社会项目中 那么哪些项目是你准备推荐的呢 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们回头看看吧 我会关注旧事军 他们每年都来 他们的工作非常的有效率 帮助老人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把钱给他们 但是明年他们又来了 我说我去年已经给过你们钱了 现在你们又要要 你们的投资的持续性去哪里了呢 所以我更看重的是投资的持续性 所以当你做出首次投资的时候 你不可以盲目地寻找项目和合作伙伴 这样做的结果是 你的投资将不会产生任何的持续性 那么问题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寻找一个 有着持续性的项目呢 在我个人看来 我觉得我都已经将所有的精华 写入到了我的新书里面 所以请大家认真的去阅读一下 就会找到答案 这本书即将在下个月出版 书的页数是615页 这是一本关于投资的参考书 里面分享了关于合作 投资的一些心得 公共部门的在我书里 举了很多的关于我的客户 在投资获利之后 将他们的利润的一部分 用于公共项目上 最后我想要说的就是 如果你使用网球原理获利之后 不需要向我支付任何的费用 因为我并没有出售任何的业务 如果你可以将其中10% 用于公共投资的话 这样做我一定会很开心的 好的 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不客气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再见 再见